记者财政要连线 没想到保安人员立刻上前阻挡镜头拍摄 不只用手挡住镜头 就连记者拿出证件一样行不通 对方甚至威胁要砸烂相机 2022卡达氏族赛即将开梯 吸引各国媒体涌入 但却屡屡传出官方党人报道 不只单位电视台直播受阻 就连美国运动作家华尔也发文 表示自己在拍下世界杯标语照片后 同样遭保安要求删除 12年前卡达在真一声中 接下世界杯主办权 没想到筹备期间还频频爆出丑闻 卡达曾被控虐待移工 不只上百名外籍移工命丧他乡 至少超过150万人遭虐 更别说LGBTQ族群和妇女权益 在卡达根本没有发生地位 甚至就连高温炎热气候 也曾一度被外界诟病 加上黑金丑闻不断 不少金融组织 体育品牌 都曾利用海报宣传卡达险境 呼吁FIFA阻止这场血色世界杯 面对国际一系列指控 卡达代表不只曾出来喊冤 对于阻挡外媒拍摄仪式 事后同样发声明道歉